艺人黄子娇卷入MeToo风波开始 陆续又冒出了好几件事情 包括购买未成年影像 以及被指控性侵 身为黄子娇的恩师 张小燕至今尚未发声 而两人的好交情是众所皆知 张小燕的媒体人好友高艾伦 15号首次透露事发当时 用简讯慰问张小燕的状况 才知道原来对方也一直陷在困境里 她将两人的对话截图po文 张小燕表示自己怎么会毫发无伤 根本已经伤透了 脸没了心也碎了 一向自律自重 没想到会跟这类的事情 惩上关系 自己真的头都抬不起来 一辈子都怕见人 打击很大更对不起孟耿如 早知道如此绝对不会让两人结婚 更强调她对孟耿如的歉疚跟无知 让她真的抬不起头 高艾伦表示事发当时 误以为张小燕身心健康 飞来横祸好法无伤 形容的云淡风情可能是痛上加痛 表明自己感到抱歉 如今想发声不是还家也不是护航 是因为心里有歉意